有人選 選來選去這三個裡面 幾乎他比較有戰鬥力 但是提他呢 我們又覺得不曉得怎麼去輔選 真的講 可能院長很清楚 我們很難做 我先提他做 我先三個對國民黨非常衷心 我先也特別叫我今天要跟院長報告 我們一定輔選 我們一定盡力的輔選 口袋裡面 但是國民黨這次 大環境實在是不好 但是我想 我們在地方上要擺第一 我們雖然對他 可以講我們諒解他容忍他 但是呢他姿態要 那麼這個怎麼辦呢 我希望要想個辦法 讓他媒體 就要主動的跟他接觸 主動的來改善方法的關係 那麼對於呢 我們這個媒體不使主動出來迎接的 也不是沒有出來 那為什麼不把華民進澄清呢 去應有的文宣 我希望對我們有力的文宣 我們要好好的去 去 去重複的這樣去 去說 可以嗎 我想 我想呢 在 要來 是不是最 合乎 當前 的一個民情 能夠做正確的判斷 正確的反應 這是我們 所忠心期盼的 敬請指教 謝謝 謝謝 先进同志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在刚才 这一段 交换 施政这个意见 这个过程里面 对各位委员 同志 对国家社会 所表现出来的这种 责任心和使命感 宝贵的这个建议 我非常的 钦佩 对各位给我们 这个打气 鼓励 我也非常的感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紧就 几个重点向各位 来做一个说明 跟报告 第一个问题大家很关心的就是 政府的这个 再造的问题 因为今天正在讨论 这个总预算 我们这个总预算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结构 改革 那么政府的这个成绩 它的这个简化 精简 会有它一个一定的一个功能 第二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要急急推动的就是这个民营化 因为民营化实在是讲的太多 已经实行了八年 事实上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 还是来自于这个力量 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掌握住 这一点我想我要特别在这里提到 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都是 执政党的同志 大家对于这个行政部门 对于各位的这个 所提出来的这种各方面的这个施政的这个建议 我想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应该予以尊重 因为大家就是来自于基层 来自于我们各个基层来自于民间 民间的这个脉动 民间的这个新生 民间的这个需要 政府可以说是来找寻都来不及 而各位能够提供及时的这种建议 行政部门 任何的行政部门 都应该把它当作最首要的一个依据 施政的依据 来把它落实 来把它贯彻 所以我想在这里 当然今天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讲法 这个原则呢 我可以讲 每一次我都强调 我今天还是要强调 因为我们每一个部门 都是要为全民的福祉 在那里来奉献 来努力 第三个部门呢 就是各位所谈到 这个政府啊 的一个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个反应 跟很多事情的一个责任感 也就是刚才好多位委员提到的 这个所谓R&R 反应跟责任 认为政府在很多的这个工作上面呢 反应可能是慢半拍 责任可能是模糊的 我想这个我愿意啊 在这里啊 非常的同意的来接受 各位的这个指教 今后无论是在施政 无论是在个别的这个问题上面 全盘的这个问题上面 一定要强化 我们这个反应的程度 以及这个责任的这种归属 这个是绝对面的问题 不过我要在这里啊 我要借这个机会啊 来向各位 做一个 这个 报告 因为我们 今天 是出在一个多元化的一个 民主的一个社会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 资讯上的这个 报道上面的这个 这个消息 可能是 无意 可能是 沟通的管道 不是很通顺 所以往往呢 都产生了很多的误解 比如说近期以来 我们看到这个 很多的报道 说本人 在 14号 上个月 14号 20号 26号 这个月的5号 4号 5号 到哪一个球场去打球 好像说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社会动荡 群情激愤的时候 好像还不能够忘怀 所谓的小白球 但是 事实是如何呢 事实 完全是 可以说是 不存在 没有这个事实 没有这个事实 但是 以讹传讹 一种小众的传播 变成一种小道的消息 那么造成了什么 一个形象呢 造成了就是说 好像这个 政府的这个官员 包括我自己在里面 好像跟这个民众的这个体认 民众的这个感情 好像越离越远 好像不是在一个国度里面的人一样 这是一个例子 因为没有这种事实 没有这个事实 另外还有一个报道 说是我到这个白冰冰女士的这个家里面去 我的这个警员 要她出来欢迎 要来迎接我 这个讲法可以说杀伤力更大 因为人家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痛苦的一个 这个这个情况之下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不知道痛苦 不知道同情 激进残忍的这种一种做法 这个不是 不要说是我捧人的 就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在座的 所有一般的人都做不出来的事情 但是也是 不经而走 好在我要在这里讲 我那天去啊 阿龙还在那里 他知道整个的情形他都知道 没有这种事情 我们也查了 说是是不是有这个先前的人员啊 或者是不经意的讲了 结果我们也查了 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这一种的这个消息啊 对于我本人也好 对于我们整个的政府的形象也好 完全是一个负面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讲的是什么 民主政治要上轨道 我们非常的期盼 我们不同意见的各种的这种团体力量 大家可以合作 大家可以来竞争 但是我们呢 绝对不希望啊 我们在政治的这种发展上面 走上彼此之间的一种斗争的这种形式上 这个对国家对社会都不是一个证书 所以我今天呢要在这里 向我们本党各位啊 立委先进同志啊 要做一个报告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其次我想各位也提到呢 关于这个所谓我们这个内阁这个改组以及地方这个县市首长提名这个问题 我想当然这个问题呢 不能够完全的说 比如说县市首长的提名 我们执政党中央有一个提名的这个小组 正在作业 那么内阁的改组 今天各位也提到了很多宝贵的这个意见 希望能够用人为财 希望能够大家呢 这个是共同的来努力 为这个国家呢 提将迈入21世纪来奋发来图抢 我相信这些呢宝贵的意见 我本人也好 我想党的这个中央也好 都会与最这个可以说是关心最重视的态度来采纳各位先进同志的这个建议 那么另外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今天国家所处的这个环境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变化非常的快速 那么社会上各种的需求需要 也经常的在那里改变 所以各位的这个指教我很同意 不但是本人我相信各单位的这个首长都应该尽量的能够在这个处理公务啊 这个繁忙之余啊 多多的到基层去 多多的跟我们的民众各行各业 每一个角落民众多多的来接触 今天大家所谈的这个事情 谈的层面很广啊 包括我们这个是内政方面的 来自于包括我们这个经济的建设交通的建设 各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都在里面 我想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的确啊需要加强跟各阶层各角落 我们的可爱的这个同胞民众和大家多多的联系 使得这个政府能够及时的了解他们 及时的有反应 及时的能够提出来各种的这个看法和做法 使得这个国家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进步 因为今天大家所提的问题很多 我相信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同仁呢 都已经把他做了很详尽的一个这个是记录 我愿意把他再一次的重新的整理之后呢 那么还有包括我们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些问题啊 一一的跟各位这个是党团的各位先进 以及这个各位委员先进来做一个报告 那么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时之刻刻的来给我们督促 看看这个在作业的程序上面 在这个时程推动的这个时程上面 是不是有所吃缓啊 有所这个不够啊 经常的给我们来提醒 我再一次的感谢我们这个三位 常务委员 我们的主任 我们的这个党团的数据长 还有各位先进 那么等一下呢 我们吃个便当啊 这个便当的问题也很麻烦 这个我想这些事情啊都是包含在里面 都是包含在里面 都是因为啊 实际上跟这个跟这个事实啊 是有很多的这个差 不同的差距 那么当然是我们今天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差距 我觉得刚才各位还谈到 行政工作的幕僚群 要特别的来加强 对于这些事情应该 澄清的就应该澄清 应该说明的应该说明 反正应该错误的就应该承认 没有没有是坦荡荡嘛 大家都是在这里 我相信大家可以了解我这个心情 那么等一下我们吃个便当之后 我们再进行第二阶段 那么当务大家的时间呢 谢谢各位 好 现在完的休息啊